第141章 荒凉村落 少女身上的伤口都已经简单包扎了 脸色显得很是苍白 不过眼神却依旧明亮 与周围其他的人全都不同 道友虽然帮咱们打退了这些畜生 可难保不会有心的妖兽再次袭来 金牛大哥 你带领大家去把寨门修好 也 连好外面的尸首 玉嫂 你和罗沈一起 用那些巨鸟的肉 给大家做上饭时 咱们也好久没开婚了 剩余的都淹起来 少女转手说道 好 兼钱问话的那名有黑汉子 干净利落英道 英若 放心 交给我们了 两名三四十岁模样的妇人 抹了把脸 也连忙说道 沈若看到此女明明伤势不清 脸上笑意却不减 并且明显不是那种抢颜欢笑的笑意 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笑意 看起来颇为明艳动人 令人望之辩诀精神一阵 尊民在她的感染下 哭泣声很快都止住了 纷纷散开 去帮忙收拾一片狼藉的村寨 正位道友 请跟我来 英若这才回过头来 冲沈若翠声说道 沈若威一点头 跟着少女 从人群中缓缓走过 你真的是方寸山上的神仙 为什么现在才来 为什么等我丈夫儿子都死了才来 等他们走到跟前 靠在门边的一个面色憔悴的中年妇人 忽然开口 用质问的语气问道 沈若脚步一停 下意识就要出言成亲 却看到英若对她暗暗使了割眼色 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道友当然是从方寸上来的 不然怎么能在如此危难之际 救我们于水火 英若看向中年妇女 说道 真的是方寸山的神仙 众人闻言 立即有人高喝道 太好了 真的是方寸山上的神仙 这下有救了 其他人也跟着高兴起来 沈若微微皱眉 心中有些奇怪 自己是不是什么方寸山修士 对这些人来说有何分别 这时 她忽然察觉到一股冰冷视线 连忙朝在门内望去 就看到先前那明霍出性命 也要保护孩子们的白发老玉正站在里面 一脸默然的盯着她看 似乎半点没有其他人的 那种喜悦深情 在其身旁还跟着十来个八九岁的孩童 全都怯生生地探着脑袋 打亮着沈若 老玉眼窝深陷 目光灰暗 看得沈若浑身不舒服 英若也注意到了沈若的目光 同样朝着寨门方向望去 接着沈若便看到那老玉目光 在英若身上停留了片刻 似乎交换了什么眼色 便一言不发地带着孩子们离开了 沈若这才跟着英若穿过寨门进入村内 顿觉满目荒凉 村内的房屋密集而散乱 靠近寨门附近的房屋 大多数都已经推皮倒塌 堆在一起的残破土墙上 生着清黑的苔藓 断裂的窗帮上一溪 可以看到胡窗的白纸痕迹 一阵风吹过 卷起满地尘土 屋顶上所剩不多的棚草 也随之飞上了半空 沈若挥了挥手 赶开飘到身前烟尘 深一脚潜一脚地 跟着英若向村内走去 英若一直一言不发 沈若变也不好开口 目光四下扫尸 打亮着整个村子 沿途所过 路边险有树木绿植 看到的大多数都是 已经枯死的鱼柳树 树皮都被剥去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扭曲着肢结立在一旁 刚才村门口的热闹过后 村里就重新归于寂静 周围只剩下滴滴的风声 和不知从何处飘来的 断断续续的抽气声 氛围十分压抑 两人绕过一处坍塌的房屋 正要继续向前走 沈若忽然皱了皱眉 向身后望去 就看到一个消瘦的 矮小身影慌忙躲在了一边 陈关宝 英诺也发现了有人跟着 叫了一声 接着 一个身穿着破旧青布衫的小男孩 神色有些拘谨的走了过来 沈若对眼前这个模样 清秀的男孩有几分印象 之前似乎就站在那个老鱼身侧 英姐姐 清秀男孩两只手藏在身后 走到英诺身旁 低声叫道 陈关宝 你跟过来做什么 英诺轻声问道 清秀男孩文言 抬起头看向沈若 微微顿了一下 像是给自己鼓了鼓勇气 才对着沈若说道 神仙哥哥 你能教我学习法术吗 我也想和英姐姐一样打妖怪 保卫村子 沈若文言有些动容 目光在陈关宝脸上 重新打亮了一下 他发现这男孩看着瘦弱 眼神却很坚定 眼睛里亮着的光芒 是很多村里大人都没有的 只是这个问题 沈若没办法回答 他可没打算留在这里 英诺似乎看出了沈若的迟疑 抬手揉了揉男孩的脑袋 笑道 姐姐知道陈关宝很勇敢 但你现在太小 还不能学法术 等陈关宝长大些再说 英姐姐 我不小了 先前妖怪来的时候 我还护着甜妞他们来着 陈关宝挺了挺胸膛 大声说道 好好好 陈关宝长大了 不过姐姐和神仙哥哥 还有话要说 你先回去 一会儿马婆婆找不到你 该骂人了 英诺笑着说道 陈关宝听他这么一说 立马缩了缩脖子 转身就要回去 只是很快 他又转过身来 从背后拿出了一个 皱皱巴巴的野果 递了过来 沈若见状 有些诧异 因为那野果递给的方向 不是英诺 而是他 是给我的吗 沈若问道 这些神仙哥哥救了英姐姐 救了我们 陈关宝重重点了点头 沈若接过野果 陈关宝便转身飞快跑开了 他看着那小小的身影 不觉为何心下一暖 脸上也多了一丝笑意 英诺看在眼里 眉稍微动 随后看了沈若一眼 便转身继续朝前走去 沈若将野果塞入怀中 跟了上去 他引着沈若又走了一段距离 最后进了一间主屋 道友究竟是何人 为何突然出现在我们长寿村 一进屋内 阴墨将门关上 忽然脸色一速递冲 沈若问道 你不是告诉村民 我是从方寸山上来的修仙者吗 沈若眉头微微挑起 有些不悦道 道友有恩于我 本不应该如此无理 只是眼下情况特殊 还请道友不要隐瞒 英诺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神色 略带歉意地说道 第142章英诺的请求 迟不相瞒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了这里的 先前不过是误入了一片迷雾 等走出来时 就到了此处 沈若见对方言词诚恳 神色缓和下来 思量片刻后说道 道友是通过迷雾雾闯进来的 莫非迷雾中可以通往外界了 英诺双目一亮 有些急切地问道 这个我也不清楚 英诺姑娘 可否先告诉我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沈若越听越迷糊 促眉问道 这里是宝像国北桥郡境内的长寿村 英诺答道 宝像国 那岂不是犀牛鹤州地界 沈若听闻此言 大吃一惊 他以前在关中看过一部前人游记 从里面看到过宝像国的记载 知道其与位于南占布州的大唐距离极远 不觉暗自嘀咕 自己这次入梦 竟是直接跨越了一周之地 道友不是本国人士 英诺有些惊讶道 我的确是从别处云游而来 准确地说 我来自一个叫大唐的地方 沈若回过神来 冲英诺笑了笑 说道 大唐 难怪看到有一桩有些古怪 不知如何称呼 这次多谢相助 就常受村于水火 请受英诺一拜 英诺说着 面上浮现一丝笑容 冲沈若一拱手 英姑娘不必客气 我叫沈若 应该大不了你几岁 不介意的话 叫我一声大哥就行 沈若忙含了一礼 说道 沈大哥 英诺爽快的英道 英诺姑娘 可否和我说说 外面那些雾气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你方才所言 似乎这迷雾无法通至外面 沈若又问道 脸上现出一丝凝重之色 沈大哥对雾气一无所知 又是如何从其中安然走出 英诺听闻此言 眼中闪过一丝古怪神色 我当真是误打误状才走到这里的 此事绝无欺瞒 姑娘若是知道些什么 还请如实相告 沈若认真的说道 其实 我也不清楚这迷雾是怎么回事 只知道数百年前的天魔面识之后 长寿村周围就开始被雾气弥漫 我们这里也被隔绝起来了 英诺见他神情不似作为 眼中闪过一丝失望神色 缓缓说道 人走进去 会如何 沈若眉梢一挑地问道 脑中却不觉想起此前于 艳父子提及的魔物吞天 天火降世之事 似乎也说是数百年前 也不知二者是否同一回事 据说 人一旦踏入其中 便会迷失方向 走得稍远些 更会直接被困死其中 当年一开始的时候 还有村民不断尝试进入其中探路 只是后来死了太多人 就没人再敢涉足了 英诺有些苦涩地说道 也就是说 你们被这雾气隔绝了数百年 这怎么可能 被围困如此之久 你们根本不可能存活下来 沈若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在其看来 村外那点耕地 可不像是能养活多少人的样子 当年民物刚开始围村之时 情况还没有这么糟糕 那时候村外还有良田可以耕种 各家各户本也都训养有家处 村里也还有几名 方寸山的外门弟子助手 在他们的带领下 日子虽然艰难 但也勉强能够支撑 只是后来发生了不少事 情况一年不如一年 英诺说到这里 停顿了下来 多次听姑娘提及方寸山 却不知这方寸山究竟是什么 沈若又问道 我们长寿村被靠着的那座大山 就是方寸山 小时候听我父亲提起过 这山上以前是有神仙居住的 也有真正修仙宗门存在 那时候村子受其庇护 一直风调雨顺 村里也有不少青壮 都可以通过选拔拜入 方寸山的神仙门下学习法术 英诺说着 眼中露出一丝相网之色 既然有如此强大的修仙宗门在 你们被困候 为何不向他们求援 沈若皱眉道 非是不想 而是不能 当年村里的那些方寸山弟子们 就曾以特殊手段传讯山上 可惜无人回应 之后他们也曾冒险尝试登山 结果娶了三个人 只有我家先祖一人逃了回来 他原本已是宁魂初期修士 回来时也已重伤不治 只留下一句千万别去山上的叮嘱 就与师尝死了 英诺泰西一声 说道 说不定这方寸山上也发生了什么变故 沈若若有所思的说道 山上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 总之天魔灭时候 那里的神仙们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在未路过面 只是村里的大家 都还幻想着有一天山上的神仙能再回来 英诺苦笑道 怪不得你要当着村民们的面 说我是方寸山修士 沈若恍然道 这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要受一次又一次来袭 村民早就已经疲惫不堪 激进绝望了 我也只有说你是方寸山上下来的神仙 才能唤起他们最后的一丝希望 否则即便妖兽不再袭扰 他们也活不下去了 英诺神色一案 说道 沈若回想起先前那些村民的模样 想到他们那种麻木绝望的神情 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少女实在有些不容易 如此 也算是善意的谎言 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沈若叹道 今怀希望地区战斗 总比在绝望中等死要来的好些 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先前没有拆穿我的谎言 英诺说道 这倒无妨 不过我有些奇怪 这村中看起来除了你之外 似乎再无其他修仙者了 沈若摇了摇头 说道 原本其实还有一个 只不过他丹田受创之后 失了所有法力 如今已经和普通人无异了 英诺闻言 目光微闪道 你说的那人 是不是带着一帮孩子的那名白发婆婆 沈若略意思量 忽然问道 你是如何得知的 英诺有些诧异 所有村民里 不管乡不相信我是方寸山修士 看向我的目光 都和他不太一样 沈若想起那名老玉的眼神 如此说道 的确是他 不过你也不用在意 马婆婆他只是脾气古怪了些 平日里除了我和那些孩子 也几乎不与村里其他人说话的 英诺忙说道 那些孩子 沈若说到这里 微微有些迟疑 第143章探查 都是村子里的孤儿 他们父母死了以后 就一直被马婆婆收养照顾着 英诺叹息一声 开口说道 按你先前所说 这长寿村里是有过不少方寸山弟子的 即便时隔多年 他们寿远有限 也总该还有传承的吧 沈若新知 这背后定然又是些难以言说的悲惨事 便也没有再细究 转而问道 那些方寸山弟子 外出探路死了一些 登山求救又死了一些 所剩下的也就没有几个了 随着时间流逝 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了人世 他们虽然也都有寿徒在传 可他们收的徒弟和徒孙们的寿缘更短 有的甚至比他们去世的更早 等到前几年 村子开始遭遇妖兽袭击的时候 也就只剩下我和马婆婆两个人了 英诺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沈若于修行仪式的艰难 深有体会 即便是春秋关那样传承有序的小宗门 也无法保证弟子都能通法性 继而代代传承 这贫瘠的小山村就更不可能做到了 那些修仙者的在传之人 只会一点一点没落下去 他一想到村子里那些修仙者被困在此地 一个一个无奈终老 村里的状况也是江河日下 心底不眠也生出些许悲凉之感 这些妖兽不是自古旧有 而是几年前才出现的吗 沈若又问道 大概是四年前吧 村子里突遭疫病 不少孩子都染了疾 几个村民为了找草药 违背了家族的叮嘱 上了方寸山 结果山上的那些凶情猛兽 好似都开了灵智 将他们全都吃了 之后更是凶性大发 开始主动下山袭击我们 英诺点了点头 说道 但凡妖鼠 未尝血时之前 尚有一丝本性 可一旦尝过之后 必定寻味而来 不死不休 沈若叹了口气 说道 的确如此 在那之后 我们便不得不修建寨墙 将整个村子庇护起来 对抗时不时来袭的妖兽 只是随着村里的福禄福气用尽 马婆婆又遭受重创 村里战死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些下山的妖兽 邀请反倒越来越频繁 这次若不是沈大哥你出现 我们肯定再无法支撑下去了 英诺说着 眼中便又多了几分感激神色 我机缘巧合下到了这里 大概也是冥冥中的缘分吧 沈若摇了摇头 如此说道 沈大哥 村里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英诺有些迟疑的说道 我本就不是此间人士 自然不会久留 找到路后就会离开 沈若说道 此次击退这些畜生 也只能解一时之急 若是不能找到一条出路 村子里的大家终究还是难逃一死 你既然能进来 也应该能找到出去的路 能不能请求沈大哥 帮我们找到一条逃离出去的路 英诺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连忙说道 沈若文言 没有立即答话 而是暗自沉思起来 他在听过这长寿村的状况后 心中同情之余 也多了几分担忧 若是雾气迷障无法突破的话 他自己只怕也要和村中众人一样 被困在这里了 他还没弄清楚 先前几次入梦 究竟是如何返回现实的 眼下也不愿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困在这里 沈大哥若是有为难之处 英诺见沈若不说话 神色微微一暗 我可以试试看 只是并无多少把握 沈若突然开口说道 沈大哥能够应下 对我全村是天大恩德了 英诺谢过 英诺忙起身一拜 真诚说道 这样吧 今夜我就先在村里休息 明日一早便出去找路 沈若扶起他 说道 全凭沈大哥做主 英诺脸上笑意见浓 说道 对了 寨子里可还有福祉 沈若忽然记起仪式 问道 尊子里几十年前就没人懂得画福了 福祉好像还有一些 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沈大哥稍后片刻 我去找找看 英诺文言 略意思索后 便急匆匆出去了 不多时 英诺便抱着一个落满灰尘的盒子回来 递给了沈若 沈若接过盒子打开 发现里面的福祉大多已经被重铸得不像样子了 勉强能够用的 也不过十来张而已 所幸的是 里面还装了一小罐朱砂 保存得到还算完好 沈若欣喜之下 便将这些福祉全都绘制成了福祿 这一话之下 他就发现果然比在现实里顺畅得多 几乎每一张福城时都显得七丸神族 福祿如何驱用你知道吧 沈若从中取出三张小雷福地给英诺 问道 将法力灌注进去就行了 对吧 英诺有些惊讶沈若能绘制福祿 然后才说道 不错 沈若点了点头 第二天清晨 沈若只与英诺说了一声 就离开了村寨 一人往雾气遮蔽的区域而去 他故意没有去那片山坡 而是沿着山澳往另一个方向去寻找 离开村子不过数里距离后 空气中的雾气就开始变得浓郁起来 沈若小心的行走期间 一直从山澳低线的地形 走到了一片平坦开阔地带 前方非但没有发现任何道路 反倒是雾气已经浓郁到了几乎实质的状态 他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距离 发现前方相隔不过数丈之外 一层颜色明显加深的雾气凝聚在一起 几乎已经不再流动 看着就像是一堵浓雾凝成的白墙 沈若略意犹豫后 还是决定踏入其中试试 结果 他才刚进入其中 就觉得鼻腔和喉咙都有些不适 再向内继续前进了十几步 便感到了一种明显的窒息感觉 令他不得不退了出来 站在那浓郁雾墙外 沈若呼吸才终于顺畅了一些 他目光寻着那雾墙一路向前望去 就发现其当真如高墙一般一直向前延伸 根本不见尽头 第144章上山 沈若不愿就此放弃 便沿着雾墙一路向左而去 走了约莫一个多时辰 那白色雾墙仍旧没有中断 他中间还尝试了几次进入雾墙内探路 结果都和之前一样 难以抵受那种窒息之感 不过走着走着 沈若突然发现 脚下的地势开始抬高 他似乎正在爬坡当中 很快 又过去了一个时辰 沈若依旧一无所获 就在他打算放弃 就此返回长寿村时 他的脚下却突然卡的一声 踩到了什么东西 沈若低头去查看时 才发现脚下竟然是一具尸骨 他心中微微移动 又朝前走了百十步 前方的雾气突然开始淡了许多 可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 却让他吃了一惊 前面约莫有数十丈的范围里 地面上赫然全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兽白骨 沈若看着眼前有些熟悉的场景 眉头不禁微微促起 但只是略意迟疑 便继续朝白骨中央走去 等到了近前 他很快就看到地面上的那个十丈左右的空洞 里面黑漆漆一片 正是他之前逃出来的天穷空洞 果然是这里 又绕了回来 沈若承认道 他走到那处空洞边缘 朝这里面张望了片刻 却什么都看不到 沈若心知 如果没有彼岸花庇护 一旦他再由此进入一名 肉身必定化为鸡粉 况且那里面还有一个实力恐怖的黑山老妖 要想再走这条路 只怕您魂七的实力都不够看 至少得出翘七才行吧 沈若喃喃说道 说吧 他转身离开此处 继续往另一个方向探查而去 临近中午时 沈若才重新回到了长寿村 最终也没能在迷雾中找到条出路 英诺早早就等在了墙头 见他安然回来 欣喜一场 沈若眉头微皱 跟他说了一遍自己在雾气中的发现 只是将发现通往伊宁空洞的事情隐去不表 沈大哥辛苦了 既然雾气中无法出去 那便做好继续与妖兽抗争的打算就是了 英诺听完之后 虽然有些失望 但还是坚定说道 雾气当中没有出路 我打算去方寸山上找一找 沈若却目光一转 落在了村寨后面的那座巍峨山峰上 语气平静的如此说道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那里太危险了 英诺一听此言 立马投摇的像波浪鼓一样 我知道你有祖训 不让人进山 可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有上山去或许才有一线生机 你看看那些孩子们 你真的希望他们最后的日子 是在不断跟妖兽抗争的恐惧中度过吗 沈若目光望向在一旁玩耍的孩童们 与众心长道 英诺文言也望向那边 随即沉默下来 陷入了深思 好吧 沈大哥 你若真打算上山 那必须我同你一起去 片刻之后 他抬起头 断然的说道 你不用陪我冒险 寨子里也得你照看 再说你身上伤势也还未痊愈 沈若笑了笑 摇头道 沈大哥 我不是意气用事 而是没有我带路的话 你只怕也很难找到登山的入口 英诺摇头说道 这是为何 沈若疑惑道 方翠山的山是险峻 登山路径大都隐蔽 我若不带路 你光是找入山口只怕都得费一番功夫 英诺说道 可是寨子里 沈若迟疑道 沈大哥放心 你昨日刚杀的那些妖兽死伤惨重 短时间内他们肯定是不敢再犯了 我身上的都是歇皮外伤 不碍事的 英诺眼神坚定 说道 也好 赤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 沈若迟疑了片刻 说道 好 英诺找到那个名为青牛的村中青壮 主妇起手好寨子 之后又去跟马婆婆叮嘱了一声 也和沈若一起离开 前往方寸山 方寸山看似就在长寿村背后 实则进山路程不短 加之原本的山路已经多年无人在走 早被茂密的杂草和灌木掩盖 行走期间颇为困难 沈若两人足足花了一个时辰 才堪堪来到山脚下 到了山脚 沈若才知道为何英诺坚持要来 在他面前的方寸山上 竟然只能看到一片片数百丈高的山壁 根本没有路 也是英诺根据以前村里老人说过的地形特征 找到了一块凸起的巨大山时 才从下面发现了一条隐秘的山洞 他们沿着山洞一路斜坡向上 在山体中穿行了数百丈 才从方寸山后方山壁上的一个洞口穿了出来 两人沿着这洞口前的一条洋长小路 走了足有约莫二三里路程 才来到了一条稍显宽阔的山道 算是找到了真正登上方寸山的道路 你说的没错 若是你不来带路 今天只怕绕到晚上 我也未必能找到路 沉落看着四周茂密的森森古树 忍不住说道 以前村子里对于方寸山那些神仙的传说很多 我还记得的 就有引路蝶和砍柴人的故事 其中引路蝶说的就是 有个人从别州渡海过来 想要上山拜师修道 他到了这山下以后就迷了路 怎么都找不到路山口 在山下兜兜转转找了三年 却始终不肯放弃 最终感动了山上的神仙 派了一只引路蝶 给他带路 才使其一路登山找到了山门 英诺侃侃而言说道 或许这三年苦转而不得门禁 本就是山上神仙考验他呢 沉落听罢 笑言道 父亲当初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想的 甚至小时候 我也在想村子里遭逢的这些磨难 是不是也是神仙对我们的考验 英诺笑了笑说道 语气却带着一丝伤感 那个砍柴人的传说又是什么 沉落见状 转换话题问道 这个故事就更离奇了 英诺文言 话说到嘴边 却停住了 一旁的沉落也浑身一僵 站在了原地 在他们身前数十丈外的一块巨大岩石上 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道黄色身影 第145章狂暴 随着一股虽然的妖气从前方蔓延而至 沉落与英诺二人瞬间如坠冰窖 呼吸也未知一致 只听到心脏砰砰砰的剧烈跳动 好可怕的妖气 沉落仰望着静静力于前方巨大岩石上的身影 心中惊骇万分 就是春秋关那位宁魂七的师叔祖 也没有给他这般感觉 那是一只身长两丈有余的豹子 云衬狭长的金黄色身子上明显地现出一圈圈黑褐金钱花斑 墨盘大小的豹瘦上升着一双狭长的金色眼睛 身后一条丈许来长的尾巴看似随意地来回摆动着 英诺修为本就比沈落弱 此刻被这股强大妖气笼罩 身体微微颤抖 几乎就要透不过气来 但此女眼中透出一股倔强之色 双腿紧紧绷直 愣是挺直了身子 两个人足小辈 竟敢踏入我狂暴的领地 胆子不小 金色豹子仿佛一头洪荒巨兽般居高临下地看着二人 口吐人言道 前辈 我二人并非有意擅闯 这位姑娘久居山下 而晚辈恰巧途经此处 因为山下找不到出路 才贸然登山 不知前辈规矩 误入此地 恳请前辈见谅 沈落深吸一口气 抱拳说道 语气不紧不慢 沈落镇定的神情 也感染了身旁的阴落 此女心里略微安定了一些 娇好稚嫩的双甲也恢复了几分血色 你是从外面来的 狂暴原本有些慵懒的神情 立刻专注了几分 硕大的金铜锦钉向沈落 不错 沈落皱了一下眉 还是肯定的说道 隐隐觉得对方的反应 似乎有点不对劲 你是如何穿过外面那层雾海的 狂暴一只粗壮前爪向前迈出一步 前方几块石头立即如豆腐般四分五裂 化为了碎片 此事晚辈也不知 晚辈乃是南瞻部州人士 在一处秘境内悟出一道静置 莫名其妙便出现在了这里 沈落眼角抽搐了一下 半针半假地回到 语气依旧十分镇定 从南瞻部州一下来到了这犀牛鹤州 小家伙 你编故事也编得像样一些 想用这个谎言骗我放过你们 人族果然都是狡诈之辈 狂暴目中兴奋之色一下退去 声音一冷 话音当落下 其身上漠然爆发出一股惊天的气势 从天而降地笼罩住了沈落二人 音乐双膝一软地就要直接跪下 下意识想要抗拒一二 但身子颤抖几下后 却两眼一番地倒在了地上 昏迷过去 沈落胸口如被一只无形大锤狠狠击中 难受得几乎要吐出血来 但四肢却如坠了千斤巨石一样 无法动弹分毫 全身的骨骼发出轻微的琵琶声 整个人似乎要被压爆 机体内法力却突然按照 无名功法口诀自动运转开来 体内涌出一股莫名气息 使得周身压力骤减 手脚也恢复了控制 以狂暴意外的轻衣出声 情绪波动之下 散发出的威压也出现了一丝间隙 沈落心思机敏 趁着这一丝间隙 副身将音乐夹在左臂臂弯下 然后闪电般转身 施展追风步朝来时之路全力飞奔而去 有去 一个练气七小辈也敢在我面前耍手段 今日就陪你玩玩 狂暴没有阻止沈落的行为 栏栏自语了一句后 才从巨岩上一跃而下 不紧不慢地追了上去 每一步迈出 都能前进七八丈 轻轻松松便追到了沈落身后 他望着努力向前飞奔的沈落 嘴角露出一丝女人戏血 张口一吐 一道金光急射而出 一闪急射地击在了沈落左前方 碰得一声 地面被炸出一个大坑 无数碎石飞溅 一块碎石划过沈落的脸颊 划出一道血痕 沈落固不得擦拭 略意偏转方向 继续朝前狂奔 哈哈 跑快一点 再快一点 太慢了 狂暴有些兴奋的大笑声 从后面传来 话音未落 又是一道金光打来 轰在了沈落右前方 逼得他再次变相 沈落心中暗暗叫苦 这狂暴实力远超于他 如果真要下杀手 绝对能一击而终 现在明显是拿他再耍着玩 但如今的他 却宛如砧板上的肉 根本无力反抗 最实炸裂的巨响和颠簸 令音落悠悠行转 发现自己被沈落臂弯夹着 双甲先是一红 但接着便明白了此刻的情形 沈大哥别管我 自己逃吧 他开口叫道 身体一正 便要下来 别动 沈落手上用力按住阴落 突然偏转方向 朝附近的茂密山林内掠去 狂暴嘴角笑容更盛 脚步轻盈地跟了上去 张口又吐出一道金光 驱赶着沈落亡命而逃 来自生存的巨大压力 使得沈落不知不觉中 激发了全部的潜力 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使得追风部中 许多不明白地方豁然开朗 速度节节攀升下 两侧的树木飞快倒退 真的仿佛在追风一般 突然间 前方视野变得开阔 一道悬崖或然出现在七八帐外 而在对面十余帐外 耸立了另一座更高的山峰 一条白链般的瀑布悬挂齐上 声如奔垒 澎湃咆哮 雪白的水花浓浓而下 坠向下面的深谷 抓紧我 沈落冲 樱落低声说了一句 脚步不停地直接冲了出去 身形立刻朝下方的深渊坠去 樱落突然遇到这种情况 忍不住就要大叫出声 但最终只是双手紧紧抓住沈落衣服 依旧一声不吭 狂暴得意的大笑声从后面传来 似乎极为高兴 沈落身处半空 空着的右手朝前方一招 对面瀑布内的一道水流 立刻凝聚而起 化为一根长长的水绳 一端缠绕在瀑布内一块凸起的石块上 另一端朝这里投射了过来 他一把抓住水绳 用力一拉 水绳并不结实 啪啪断裂 但二人身体却已经借到了力量 朝着对面的山峰甩去 正站在悬崖边斧看得狂暴 没料到沈落海有这一手 双目胸光闭露 口中一声怒吼 四提下方扑的一声 各冒出一团金云 载着他的身体腾飞而起 朝沈落二人追去 同时 其口中金光霸盛 远盛之前 似乎要动手将二人一举击杀 第146章脱险 沈落二人此刻一下坠了近二三十丈 距离对面的瀑布已不足三丈 听到深厚的动静 便打算将阴落抛向瀑布 自己则借势后退 虽然此举十分危险 但总好过被狂暴直接来个一箭双雕 十死无生 尖军一发之际 一声刺耳皆鸣从瀑布上方传来 一道轻影从对面山峰俯冲而下 却是一只头生金色羽冠的苍青色巨鹰 双翅展开足有数杖之宽 身下还有一对宛如镰刀斑锋利的爪子 一股庞大的威压从其身上散发而出 比起狂暴丝毫不逊色 并有一股旋风自双翅下方一肩而下 狂暴在巨鹰出现的一刹那 口中翻滚的金光一脸 下冲的身形也是一顿 沈落先是觉得来自上狂暴的威压稍减 但接着便被一股突然而至的狂风卷飞了出去 他急忙再次抬手一抓 一根水绳从对面瀑布内射出 卷住他的身体 但立刻再次被证断 不过二人被卷飞的身形也吻了下来 警惕着瀑布 笔直朝着下面坠落而去 身形很快被瀑布溅起的水雾淹没 狂暴 你竟敢闯入我的领地 给我滚回你的老巢 苍青巨鹰眼中射出凌厉的冷芒 死死盯着狂暴 苍鹰 这道悬崖只是界限而已 你让我兴致 还出言不逊 活得不耐烦了吗 狂暴朝沈落二人下坠的地方扫了一眼 很快便收回了视线 望向对面巨鹰 金色瞳孔内冒出金色火焰 显然被对方的话语激怒 怎么 你不服气话 那就再战上一场吧 金色巨鹰煎鸣了一声 身形骤然化为一道模糊轻盈 瞬间到了狂暴身前 两只青色鹰爪暴抓而下 狂暴也仰天咆哮了一声 身上金光大放 直吟而上 轰猛龙 金青两色光芒激烈冲撞在一起 空气激烈震颤 掀起一阵阵狂风 整座山峰似乎都在隐隐晃动 瀑布下方五六十丈处 沈落身体悬于半空 七八条水绳拴在他身上 另一端拴在旁边各处山壁的岩石上 鹰落此刻趴在他的背上 一头乌发湿漉漉的披萨而下 轻咬着嘴唇顾不上男女之别的紧紧抱住沈落双肩 轰猛龙 一声声轰鸣巨响从上方传来 仿佛天上在打着一个个惊了一般 夹杂着狂暴和巨鹰的吼叫声 鹰落针手微抬 朝上面望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后怕 看来我们今日命不该绝 抓紧了 沈落很快便收回视线 双手连连抓出 他身上的水绳仿佛一条条灵活的触手 不断卷住下方的岩石 带着二人的身体朝下面缓缓坠去 从远处望去如同一只八角蜘蛛往下飞快爬动 这处深谷竟然极深 沈落又不敢发出太大声响一面引起上方二腰的注意 结果足足花了小半个时辰 才落到底部 山谷底部是一条足有七八丈宽的大河 水流湍急 两端看不到尽头 沈落体内法力几乎耗尽 勉强施展踏水绝顺着河流跑了一段距离后 找了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放下阴落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抱歉 让沈大哥你受累了 阴落用手轻轻凝干湿漉漉的长发 冲沈落感激的说道 沈落冲阴落做了个劲声的动作 朝头顶高空望去 上方的争斗之声已经无法听到 不知是那两头可怕妖兽的交锋已经停止 还是距离太远的缘故 他收回目光 将身体浸泡在河水中 开始运转无名功法恢复法力 阴落见此 小心警戒地望向四周 替沈落护法 沈落没敢在此多做逗留 略微恢复了一点法力便立刻起身 带着阴落施展踏水绝朝前方奔去 又跑了大约一刻钟后 才到了谷口 前方视野豁然开阔 河流往前延伸汇入了一处面积颇大的水潭 水潭中为绿草阴阴 环境颇为清幽 看来暂时是安全了 狂暴似乎对我的来历非常好奇 估计不会善罢甘休的 沈落目光四下一扫 将阴落放下 说道 讲不到方寸山上竟然有如此可怕的妖兽 而且数量还不少的样子 尽好这些厉害家伙一直没有下山 否则一百个长寿村也早已毁了 英末回首仰望山巅 犹犹余余悸地说道 要上山寻找出路 就免不了与这些高级妖兽打交道 沈落叹息了一声 说道 英末闻言 神情间闪过一丝黯然 山谷这里距离长寿村不算太远 两人很快来到村子附近 疑 沈落连线亚瑟的轻易一声 只见十几个妖垮布袋 首提篮子的青壮之人正从村里出来 朝西边方向奔去 他们这是去村西的湖内捕鱼 顺便采摘那里的黑河草 英末解释道 此地有妖兽出没 他们就这么出来 岂不危险 沈落不解地问道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 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妖兽村子周围出没 我等昨日才杀退了一批 最近这一段时间都算是安全的 而且就算危险 也必须有人外出 否则村民何以为时 英末神色黯然下来 勉强一笑地说道 英姑娘是否要去护送一二 以免是有不巧 沈落又说道 不必 这些人都是村中精英 有些自保之力 而且我的职责是守护村子 除了特殊情况 不能随意离开村子 英末摇头说道 沈落面色不变 心中暗低估起来 这长寿村虽然破落 人数也不多 但各种规矩制定的都很完善 也很合理 或许这就是此村 能在妖兽环四的危险环境中 生存下来的原因吧 他并非多化之人 自然不会对长寿村的制度发表意见 两人很快来到村口 金牛正手持长矛守在村口 见二人平安返回 松了口气 急忙将他们迎入村中 英末询问了一下今日的情况 得知没有异样后 便带着沈落朝村内走去 抱歉 他来短时间内 找不到什么出路了 沈落面路歉意地说道 沈大哥别这么说 是英末有些痴心妄想了 还差点让你身陷险境 对了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英末盲冲沈落摆了白手 话锋一转地问道 第147章进修 沈某想在石流居村中 刺激找找其他的办法 不知是否方便 沈落想了想 说道 那太好了 我代表全村人欢迎沈大哥加入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我们定然竭力满足 英若经不住洗上眉梢 沈某既然留下 自然和村民同甘共苦 英姑娘不必区别对待 给沈某安排一个住处即可 沈落如此说道 没问题 我关沈大哥修炼之时 似乎蓄水相助 村子东头有一处空屋 院中正好有一口大水井 住在那里应该会方便一些 只是多年没有人居住 需要收拾一下 英若立刻说道 那就有劳了 沈落笑了一笑 不以为异地说道 我先带你去看看 英若说着 带着沈落朝村东走去 很快来到一处面积不大的破旧小院外 只要英若推开略显破旧的大门 一阵阵灰尘扑朔落下 忙一手捂住口鼻 另一只手不住挥动 沈落没有在意 迈不跨入院子 院子内有一座两开间的正房 一座偏房 还有一间厨房 组成了一个还算完整的小四合院 看得出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颇为讲究 虽然因为年久失修而有些残破 仍然感觉很不错 院子左侧有一口大水井 上面用木头盖子盖着 水井旁边还有一棵大桑树 树叶随风摇摆 发出洒洒的声音 沈落走到水井旁 先掉木盖 里面是一汪清澈的井水 透出一股清凉之气 很不错 就这里吧 沈落转身 冲小步跟上来的英若说道 我去叫几个人来打扫一下 英若看沈落满意也颇为高兴 转身朝外面行去 显然也是雷厉风行之人 没过多久 此女便带着七八个男男女女的村民进来 开始打扫院子 收拾房间 那些人已经知道沈落留居长寿村的事情 对沈落恭敬之余 更多了几分热情 但活一长卖力 不到一个时辰功夫 不但将院内各处 还有屋内都清洁了一遍 修缮好了破损之处 连窗户上的纸也重新糊了一遍 末了英若又让人送来了一些被褥和锅碗瓢盆等日常必须之物 便带着一种村民离开了 沈落将一行人送走 返回水井边坐了下来 目中闪过一丝沉吟 与其说他担心自己眼下的处境 倒不如说 他更想要搞明白这些梦中所发生之事之间的联系 毕竟梦醒后 他便可返回现实 对此自然无需担心 但有了前几次经历 尤其是无名天书籍和通明感悟之事 令他对梦中的经历产生了不小的兴趣 若能多掌握一些线索 或者在此突破一些境界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或能带来不少的好处 只是前几次入梦 他在梦中所待时长不一 短则数个时辰 长则两个多月 暂时没找到什么规律 这次也不知道会在这里待多久 沈落深吸了一口气 不再多想地伸出一只手掌 五指一分地冲着井口虚空一捞 哗啦一声 一股井水从井中射出 化为一柄刀刃形状 扑斥一声刺入了井边的地面 他手在身前画了一个圈 刺入地面的水刃也做着和他一样的动作 在地面上画为一个树杖许大小的圆圈 然后又从画出的痕迹钻进了地底 鸡声扑扑的闷响声后 一块圆柱形的土块从地下缓缓飞出 有半丈高下面被一层水径般的流水拖着 扔到了一旁一个崭新的土坑便浮现而出 土坑靠近水井底部很快渗出潺潺流水 沈落台手一招又是一股水流从井内腾起 注入进了刚挖的土坑里满了半池才停下 做完这些他直接跃入池中 盘膝坐了下来运转起无名功法 天地灵气立刻通过周围的池水源源不断地融入他的体内 使其有些亏空的丹田渐渐充盈 此时他体内所有经脉已经尽数打通 精纯的法力在其中流动越来越快 隐隐有种飞扬之感 既然短时间内无法离开 那便干脆在此尽心修炼 看看能否突破至壁谷七八 沈落男男子语一声 避上了双目 虽然他对于修行之事所知不多 但也清楚 突破壁谷七乃是修仙之路上的重要关卡 一旦跨过不仅寿元便会猛增两百年 能够较长时间不隐不时而活 且体内法力激增 可以开始修习真正的刀法神通 催动法器等等 要说壁谷七的好处 可谓数不胜数 无数人想要踏进这个境界 但成功者寥寥 但因这道关卡太难突破 可谓百步存一 其中最难之处 便是体内法力要发生转变 尤其太凝成叶状 莫看这只是一种法力形态上的变化 实则是天翻地覆的蜕变 对以后的修炼影响极其深远 根据天书中所述 一般修饰达到练气期后期巅峰后 需具备一定的天资 准备尽可能多的丹药等物 通过过人的毅力 外加一些运气成分 才有望成功 他如今困于资源贫瘠的长寿村中 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这副 似乎堪比顶接道体的天资了 说到底 其实没有什么把握 沈落思量间 从水池内起身上岸 脚下一垛 一粒粒水珠顿时从衣服上飞射而出 落在周围地面上 全身鹰雾立刻变得干燥如新 他在院内来回夺了两圈后 迈步走出了院子 朝英诺的住处走去 虽然明知希望不大 他还是打算去问问英诺 看看此女之不知道 有什么辅助突破壁谷期的办法 毕竟常受村中出国壁谷期修饰 说不定遗留有什么前人留下的心得 片刻之后 他从外面返回了小院 重新在水池中盘稀坐下 口中轻叹了口气 不出其所料 阴莫对此一无所知 看来此事只能靠自己了 沈落定了定心神后 单手一伸 五指一分 掌心处蓝光闪动 下方池水一阵翻涌下 从中飞出一个水球被其射入掌心 滴溜溜一阵旋转下 从中浮现一个黑色水洞 接着哗啦一声 一头半人半瞎的怪物从中一闪而出 正是瞎兵追头 第148章初次尝试 追头方一落地 便将手中金黄色铁锤横在了胸前 一双黑溜溜的眼睛不住朝前方打亮 引得脑袋上两根长长处须颤动不已 追头道有莫慌 这里没有敌人 沈落见追头一脸戒备之色 笑着说道 那你换我来此做什么 我正忙着修炼呢 追头文言 为好气地说道 讲不到追头你修炼如此勤奋 沈落小小地吹捧了下追头 当然 我们瞎足有一句古话 生命不止 修炼不止 持力差就要人被奴役 追头还是对沈落有些怨念 我们可不是奴役关系 是双赢 我说话算话 找到有来 是想请教一下 有什么手段可以提升突破壁谷期的成功率 沈落打断了追头的怨念 问出了自己的困惑 人族的修炼方法我可不知道 追头歪着脖子上下打亮了沈落一眼 面无表情地说道 实不相瞒 我如今遇到些麻烦 必须尽快提升修为 道友若能够指点一二 沈某感激不尽 日后定有报答 沈落坦然地说道 希望你记住今日所说之话 那就和你说说我的修炼吧 我们东海虾族每十年褪皮一次 通过族中密法将腰力注入褪皮 内待突破壁谷七十吞之 可大幅提升成功率 追头听了后 神色一缓地说道 你这方式 道何服用丹药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却不知 这退皮道友这里可还有 沈落心中一动 看着追头的虾壳问道 不要打我的主意 我退下的皮对我有大用 除非你拿东西来换 此外 这方法对你们人族有没有用 我可不知道 追头警惕地说道 道友想要换什么 沈落又问道 越滑路 追头脱口而出 这个 我现在没有 不过以后会留意一二 道友来自于东海 沈落心中遗憾 话锋一转地问道 东海虾族 自然来自于东海 就像南海虾族来自南海一样 有什么问题吗 追头反问道 据说东海浩瀚无垠 天才地宝无算 沈落搓了搓手 说道 知道了 前提是如你上次所说 以物易物 好了 如果没什么事 快送我回去 追头不耐烦地打断了沈落 催促道 沈落手中没有东西交换 也不多言 换出漩涡通道将其送了回去 放下失望 暗自盘算起来 看来这通灵来的妖物除了受契约限制 必须保护主人安危 其他方面还无法真正做到一条心啊 这也难怪 任谁原本自由自在的突然被人强行下了契约 时刻会被人换去与未知的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即便表面上屈从 内心肯定还是不服气的 除非能得到一些好处 这样才会心甘情愿一些 作为一个曾经的生意人 他觉得如此本就无可厚非 有来有往才是长久之道 不过他如今可无法考虑此事 还是先解决眼下的麻烦 设法提升修为否则真无法离开这里的 第二日一大早 沈洛与英洛知会了一生 领了一些干粮后 就关闭了院门 回到水池内坐下 运转其体内法力来 沈洛这一坐就是整整三天三夜 当他再次睁开双目 眼神精亮 整个人气足神丸 精神体力全都处于最佳状态 他先是默默将无名功法中 关于冲击壁骨期的相关内容回顾了一遍 这才抬起右手 掐成剑绝 默然在丹田周围连点了树下 封住那里的树处学窍 暂时切断了丹田和周深经脉的联系 做完此事后 他两手交握身前 缓缓运转无名功法 中围的天地灵气顺着池中之水汇聚而来 源源不断地进入他的体内 转化成了思思法力 因为他封住了丹田周围的学窍 这些法力没有汇入丹田 而是在其经八脉中不断流转 同时继续吸纳天地灵气入体 融入这股法力中 每运转一个周天 经脉中充斥的法力便强大一分 这是无名功法中所记载的一种秘书 名为金桥所观灯楼法 其目的是为了使经脉内的法力 如同涉及灯楼 越攀越高 以此来辅助法力形态转变 这种方式虽然看似容易 但实则风险不小 稍有不甚便会导致经脉乃至丹田破损 甚至性命不保 故而对于法力的操控有不小的要求 需在必要时能够及时散工 沈洛虽自认为梦境中的这副肉身天资 有些异于常人 甚至远超传闻中的最顶阶道体 但自问对于法力的操控 还无法达到收放自如的地步 只是如今形势所逼 不得不这么做罢了 当然主要的底气来自于可以重生 时间过得飞快 又过了三天的时间 沈洛静静坐在水池中 外表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 但他境外流淌的法力已经从一开始的涓涓细流 换围了一条澎湃的大河 在其精八脉中奔涌不息 他只觉全身境外鼓胀无比 宛如被撕裂般剧痛 已有些承受不住 似乎快要被这股强大的法力撑破了 差不多了 沈洛男男自语一生 没有在继续吸纳外界的天地灵气 而是引导体内经脉中的这股浓密到极致的法力 从四面八方朝丹田处流淌而去 由于通往丹田的学窍都被封住 这些法力纷纷受阻之下 犹如脱江野马般 一下挣脱了他的操控 未等沈洛反应过来 便同时狠狠冲向了丹田 他暂时封住的丹田周围 所有学窍几乎同时被一下冲开 经脉中的这股法力泄洪般技术 涌入到了丹田之中 丹田内的法力本就已经饱和 经脉内积蓄的浓密法力涌入其中后 顿时将丹田硬生生撑大了一圈 开始和之前的经脉一样 传来阵阵比之前更加强烈的剧痛 沈洛双颊升起了几丝不正常的红韵 身子微微抽动 双手也开始颤抖 额头更是不断渗出汗珠 从脸上滑落 他感到自己的丹田似乎下一刻就要爆炸了 他深吸一口气 强行忍住剧痛 一边一手丹田 一边抬起右手 再次在丹田周围连点了树下 以金桥所关登楼法封住周遭血窍 以防止法力外流 结果他刚做完这一切 一股更为强烈的剧痛从丹田处爆发出来 第149章明练法脉 沈洛五官一阵扭曲 浑身冷汗直流 但两只手却死死环抱在了小腹丹田的位置 不肯放开半分 此时丹田里一书一命两股法力突然激烈冲突了起来 腹部好似雷骨发出阵阵轰鸣之声 他的丹田何曾受到了如此大的冲击 此刻犹如无数把小刀在里面疯狂搅动一般 和这股丝心裂肺斑的痛楚相比 之前经脉和丹田的撕裂之痛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牙关紧咬 嘴里却还是忍不住发出短短叙叙的声音之声 身体更如同筛康一般颤抖不止 黄豆大小的汗水不断从额头上滚落 难怪无名天书上说需要有坚强的毅力 这份痛楚简直非常人所能忍受 沈洛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却仍没有生起半分放弃的打算 丹田内的法力冲突不断加剧 痛苦也随之不断攀升 沈洛腾的已有些无法直起腰来 舞在丹田部位的两手紧握成拳 任凭指尖划破掌心 仍牢牢牢坚守住意志的大门 渐渐的 他就发现 原本成气态模样的两股法力 在丹田内不断冲击碰撞的过程中 隐隐有种越变越少的趋势 而原本愈演愈烈的剧痛 也随着法力的变少 而渐渐消退 莫非尝试失败 遭到反噬 好不容易修炼来的法力都要消融了吗 这一下 沈洛反倒有些焦虑起来 可不管他如何心骄 丹田内法力的冲突却始终没有停歇 两者的消耗也越来越多 原本被撑得满满的丹田 开始变得有些空荡起来 沈洛心里一沉 方才的肉体的折磨 又转为了心灵的折磨 就在此刻 丹田内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 两股激烈碰撞的法力突然停止下来 紧接着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两团碰撞的法力 在最后一次撞击后 竟然没有分开 反而彼此相融在了一起 丹田之内 一点金光亮起 一滴亮晶晶的液态法力浮现而出 空猛龙 这滴液态法力一出现 仿佛在满山枯叶中投下了一粒火星 其他激烈冲突的法力也纷纷开始不断交织融合 化为一滴滴液态法力 几个呼吸之间 沈落丹田内的法力技术化为了液态 尖刀搅动的痛苦飞快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滚烫的舒畅之感 好像丹田被浸泡在热水中一般 沈落感应到体内的变化 不觉又惊又喜 原来先前法力的剧烈冲突 不过是由气凝液的必经过程 那些消融的法力不是真的消失了 而是不断凝结 变得越发精纯 直至彻底交融 最终液化罢了 沈落丹运起无名功法 稳定下心神 使丹田内的法力趋于稳定 此刻还远不到可以放松的程度 法力液化只是突破壁谷期的第一步 真正的难关 还在后面的凝练法脉 若是这一步失败 将前功尽弃 所谓凝练法脉 便是将体内与丹田相连的经脉重塑 为由法力滋养而生的全新经脉 根据无名天书所述 各门各派所修功法不同 对于凝练法脉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有些相对温和 但花费时日极长 有些剑走偏锋 自然存在不少隐患 而无名功法上所记载的方法 却是最为直接 也最为霸道的一种 那便是不破不利 将原本的经脉回去 而后通过法力使其重生 自毁经脉 所要面对的风险 那是非同小可的 一不小心 轻则残废 重则可能连自己小命都要搭上去 而沈洛谨慎的性格 自然比较推崇细水慢流式的稳妥方式 但如今却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他 最关键的是 无名功法上只记载了这一种方式 容不得他选择 沈洛深吸了几口气 将心中杂念一收 缓缓闭上了双目 他一边继续吸纳四周池水中的天地灵气冲盈丹田 一边缓缓调动丹田中液化的法力 形成一个漩涡 由慢到快开始运转 不多时 其丹田内便泛起一股灼热感 且随着漩涡越转越快 灼热感随之攀升 好似一团火在丹田内燃烧 沈洛布慌不忙的心念一动 丹田触猛的一颤 一缕缕蓝色法力从漩涡中心飘出 凝成了一团拇指大小的蓝色叶团 接着蓝色叶团岩丹田而上 自首三阳筋之仪的首阳明大肠筋 直接贯通双手手臂背部 直至双手食指处 一股热流迅速在其中流动了起来 轻壳间 整条筋脉中被蓝色法力所充斥 破 随着沈洛心中一声低喝 整条首阳明大肠筋猛的一颤 尽数寸寸碎裂而开 一阵剧痛袭来 但就在此时 一缕缕纤细蓝色在碎裂的筋脉内浮现而出 缠绕住那些碎裂的筋脉碎片 勃勃的生机从这些蓝色中散发而出 碎裂的筋脉赫然飞快恢复 几个呼吸之间 一条崭新的筋脉便重新形成 轻形成的首阳明大肠筋表面蓝光隐隐 彼此前扩充了一丝 坚韧度似乎也有所提升 几乎就在下一刻 这条筋脉再次一颤又一次碎裂 不过那丝丝缕缕 充满勃勃生机的蓝丝也随即泛起 将碎裂的筋脉再次复原 但下一瞬 仿佛在一轮循环一般 筋脉再次一颤 如此这般一次次的碎裂 又修补 反复九次才停下 他双臂响起一声龙银般的呼啸之声 后背提表处浮现出一条晶莹剔透的蓝色光带 一闪而灭 沈若感受着在这根新生法脉中肆意流淌的滚烫法力 心中兴奋无比 显然没料到整个过程会这么顺利 他虽然无法内视 但却可切身感受到 整条手扬名大肠 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足足扩充了背许 坚韧度也大大提升 仿佛牛皮筋一般充满弹性 此刻若是同样通过双手施展竖法 恐怕微能将是此前的一倍以上 且施法速度也要加快一成 除此之外 法脉还可以加快天地灵力的吸收 并如丹田一般存储法力 增加身体法力容量 根据吴明天书所述 一条出生法脉 相当于丹田的十分之一容量 随着日后不断运养 还将继续扩大 以存储更多法力 期望后面也一切顺利吧 沈若暗自南南道 很快暗纳住了心中的兴奋之情 第150章惊人天资 宁恋出法脉虽说是 进阶壁古期的标志 但能够宁恋出多少条法脉 才是决定未来成就的关键 因为宁恋法脉这一过程 对于修饰而言 穷其一生 也只有这一次机会 一旦顾脉出关后 若还想要宁恋 除非有某种逆天的天才地宝 或是有某种奇遇 否则想也休想 最终能够宁恋出多少条法脉 主要取决于体内法力的多寡 以及在宁恋过程中 是否能及时从天地间汲取灵力 当然若能有合适的丹药补充 那是最好 前二者自然与所修功法及天资有关 按照无明功法所载 一般而言 寻常修饰在无外力相符下 能宁恋二至六根法脉不一 除非身负道体者 还有能宁恋八根以上者 即便是顶阶道体 也不会超过十二根法脉 不管怎么说 零有修饰会嫌法脉多 总想抓住这次机会 尽可能的宁恋更多的法脉 过度的贪婪恐怕也是不少 练七七修饰非但没能进阶壁谷期 反而深受重创的原因吧 沉落脑中将这些信息回响了一遍 一边继续催动法力温养新生的 守阳明大长经 同时再次运转功法 开始重塑 同属于守三阳经的守少阳三交经 守三阳经 与守三阴 足三阳 足三阴一起同属于人之十二经脉 与其金八脉一样 皆以丹田为枢纽 由于大多数功法皆需以双手释放为主 故而绝大多数修饰在宁恋法脉时 自然也优先选择能够提升双手释法速度 极为能的守三阳及守三阴对应的六根经脉了 就这样 在不停的毁卖和重塑中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在此期间 沈落陆续将守三阳及守三阴六条经脉一次重塑 且都是一次成功 让其信心大增之际 虽明知贪多不烂的道理 但在反复确认自身丹田和吸纳法力速度跟得上情况下 仍打算继续尝试足三阳及足三阴对应的六条与双足有关的经脉 大半个月后的一天 清晨时分 沈落所在的院落之中 一生清愿酣畅的长效滑破长空 足足持续了半炷香时间 才渐渐停止 吹井旁的水池中 沈落分足而立 双手握拳分旋于腰际 缓缓将昂起的头颅低下 双目明亮一场 就在方才 他竟将十二经脉中最后那一条足少阴肾经凝练成功了 至此 他已足足凝练了十二根法脉了 也就是说 如今的他 通过双手施展的数法威能是此前的足足六倍 施法速度也加快了六成还多 并且其双足同样得到了提升 施展踏水绝的话 应该能在水中逆流奔跑数个时辰了 真是万万没想到 梦境中的这副身体竟能达到这样的地步 差不多是时候顾脉出关了 沈落难难的低于己身 猜测着或许与自己吸纳天地零气速度比顶接到体还要强上几分的缘故 然而就在他正要抽掉法力温养心经脉之时 面色突然一变 他甘田内刚刚平息下来的法力 不知何时竟然脱离他的掌控 自行运转起来 化为了一团漩涡 而且运转得越来越快 两三个呼吸便达到了之前的数倍 这又是怎么回事 沈落压制住心中慌乱 竭力运功 想要稳住丹田内激荡的法力 否则在这个关键时刻上 丹田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尚未彻底稳固的法脉也有可能溃散 先前的一切都要化为泡影 可丹田内的法力漩涡已经失控 根本不听他使唤 莫非是我太贪心了 导致了反噬 沈落一想到这个可能 额上冷汗直冒 后背越发的冷汗淋淋 可正在此刻 丹田内的法力漩涡剧烈一颤 然后发出扑扑一连串轻响 一团接着一团法力所化的蓝色液体 从中浮现 并纷纷化为一股热流 涌入体内经脉 其经八脉 难道说 沈落感受着体内全身上下八股 飞快流淌着法力的经脉 心中一惊 这八根经脉 正是包含韧脉 都脉 充脉 代脉在内的其经八脉 其上分布着身体各处要害大学 也与十二经脉相互沟通 几乎通冠全身 他默然转念一想 这八根经脉可不同于十二经脉 后者碎裂或导致身受重创 但尚可慢慢调养恢复 简者一旦碎裂而未能及时修复 必当毕命当场 这个念头一起 他不由得越想越害怕 但没等他做出丝毫反应 一股撕裂神魂的剧痛骤然间浮现而出 他身子筛康般一阵抽搐 双手抱住头颅却叫不出丝毫声音 险些晕死过去 然而就在下一刻 一股清凉之气在这八根破碎经脉处流转开来 让沈洛感觉说不出的舒畅 但紧接着 其身子又是一阵抽搐 比此前更剩几分的剧痛袭来 接下去的时间里 沈洛就这般不断的死去活来 足足反复了九次 这才停歇 此时的沈洛 整个人瘫软到了水池之中 面色煞白一片 无法再动弹分毫 足足过了小半个时辰后 他脸上才稍微恢复了点血色 总算可以用手臂支撑着身子勉强坐起身来 这时的他 全身上下的剧痛已然不见 丹田内汹涌的法力也终于平复 他赶紧盘膝坐下 闭目调息起来 急着想要看看自己体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果他刚刚闭上眼睛没多久 便再次睁开 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二十根 竟然是二十根 我没在做梦吧 不 我就是在做梦 但 那又如何 沈洛兴奋地快要手舞足蹈起来 接着他双目再次一臂起 一手丹田 越以运转无名功法 顿时身体各处传来一连串搭崩的爆响声 其盘坐的身形一下子高涨了数寸 而在其身体前后 一条条晶莹剔透的蓝色光带接二连三的浮现而出 总共有二十根之多 互相之间交错盘绕 贯穿四只头颅 其中隐隐有蓝芒流转不停 这些蓝色光带 无论如何盘根错节 但都与其小腹的丹田位置相连 正是沈洛宁链而出的二十根法脉